韩国人气男团爱豆组和帝国之子C.A.出身的黄光熙终于结束了自己的军旅生涯之后即将要回归了 不过由于此前他本人固定出演的MBC电视台《无限挑战》早已退出了历史舞台 此前媒体就报道过黄光熙扶兵役结束后即将要失业的传闻 当年他可是作为人气爱豆成员 凭借多年在综艺节目当中的出色的发挥 顺利成为了《无限挑战》的第六人 以固定成员的身份出演这党国民综艺节目后 他获得了电视机前观众朋友们在内的一致认可 而《无限挑战》要中印的时候 MBC完全没有考虑过黄光熙作为固定成员的这样一个客观事实 因为至今在很多人眼里 他依然仅仅只是后来加入的节目小跟班而已 作为盲内 他的地位当然无法和开始创办时期的元老们相媲美 甚至节目中印的消息 也是在军队中通过演艺公司知道的 考虑到这样的实际问题之后 MBC电视台也第一时间做出了回应 并答应让服役归来的黄光熙加入MBC旗下 目前最有人气的综艺节目 全之干预视角 而这档综艺节目 也会成为他此次回归之后的首次亮相 除此之外 黄金鱼场 自从Super Junior归贤入伍之后 一直都是缺少第四MBC的状态 虽然作为特邀MBC 车太贤很好地完成了本职工作 但节目导演对于黄光熙表示出了很强的的兴趣 他认为在爱豆出身的综艺达人里 黄光熙一针见血的说话风格和黄金鱼场很符合 不管最终黄光熙到底能以什么样的姿态出现在我们面前 不可否认的是群众对于这位爱豆出身的综艺人的整体期待值还是蛮高的 当年靠自曝整容来吸引眼球 并逐渐开始在演艺圈成为独树一致的爱豆角色 黄光熙的新图还是很值得期待的 而2019年将是他作为综艺人的全新开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